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更希望在今天的主题之中 我要用似是难料来跟投资朋友分享你目前的想法 来跟投资朋友分享我目前的一个看法 那为什么我会用似是难料来跟大家来谈今天的一个主题呢 等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台币股市在这一波里面 我个人认为有很少的投资人 在这一波见到了低点9319点 沿路以来最高在这一波已经涨到了10700多点 但是太多的投资朋友很担心台北股市的涨多 太多的投资朋友在之前的9319点 并不认为是回升 反而认为是反弹的格局 千点的行情就你眼前它错过去了 那也沿路以来到了今天 我也知道市场上面或是很多的投资朋友 你都在想的是清明节到底会不会变盘 请问清明节的变盘是由你决定 还是由鼠方决定 还是由市场上面去做决定 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绝对不是你跟我 它是由市场之中的决定 你每一天都在看节气的变盘 你每一天都在担心清明节的变盘 在这中间的过程之中 你放弃了多少的机会 从9319点涨到了10700多点 你每一天都一开始就历年的变盘 再过来整个元宵节的变盘 再过来你现在又看清明节的变盘 那请问之前你担心的两个有变盘吗 它并没有 所以在股市上面正确的一个操作的逻辑 是危险的讯号确实的发生 多头真的结束 短线的行情它的转弱 那个时间点你再来担心 否则你每一天都担心 每一天都担心 每一天都担心 很多的个股上面 它明明是个波段的大涨的格局 你赚点赢头小利 你赔的都是大的 那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开始推出全新的投资组合 就是来担心不是清明节的变盘 而是担心未来的主流 投资朋友你没有好好的掌握 趋势尤其是产业的趋势 它才是最重要的 就如同你在昨天 为什么我说市市的难料 第一件事情你来看大盘 昨天它是带量式的黑K 每一个人就在讲清明节要变盘了 每一个人都在讲 这是出货的格局 出货的格局任何的带大量 我说一步二看三准备 它是你在操作上面的一个口诀 第一天带量式的黑K 谨慎 小心 看隔一日的走势 如果在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是开低而走低 你当然要怕 那就代表昨天的量人 它是来自于出货的量人 但是在昨天这一根黑K 很明显的 它是来自于在技术面而言 你看这一条是五日均线 它的五日均线的正乖离太大 它来自于在清明节之前 很多人担心长假 我说人的心是肉做的 怎么可能叫你都不要担心 你在担心的过程中 它的一冲高 配合到业内主力 很喜欢用反市场 这样的过程中就造成 昨天的开高走低 可是到今天为止 假设它是出货盘 它会直接开高吗 它就会用个开低走低 撒尾盘的方式 沿路以来去压低出货了 但是今天是直接开高 今天最高来到10728点 跟昨天的高点其实相距不远 那就代表在昨天 它是来自于当日冲的卖压 它来自于节前式的卖压 它来自于这个时间有人赚到了 它获利的去做一个了结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出货 如果你看得懂 你就可以了解到 出货它没有那么好心 还有这么高的一个点位 10728点让你跑 不大可能 世事难料是来自于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你可以发觉到 除了在今天并没有 开低而走低的过程 你可以发觉到日KT指标也交叉向上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它的出货的疑虑 它就已经化解了 你想想看在这个过程 从939点涨到了9000 9700 大家又说涨很多 然后又到9600 9700 涨到了1万点 大家又说涨很多 结果现在已经到了10728点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你回头去看 譬如说在今天的高点 是10728点 你回头去看 你1万点有买该多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 你应该不是你去预设高点 高点绝对不是你掌握的 高点一定是由公司派掌握的 高点一定是由主力掌握的 高点一定是由那些主力之外 法人去做掌握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只要去掌握住 趋势对的个股 它在今年的成长性是好的 你只要了解到 未来台北股市的高点 这边是不是最高点 在长期之中 短信上面大家都会说涨多 美国股市也涨多 大陆股市也涨多 问题是美国股市跟大陆股市 就算涨多 它也是涨多的震荡 它也不是开始大幅的回档 而且在这种过程 你更要去了解到未来 我说在整个目前最重要的时间点 是来自于虽然短线上面的涨多 连涨了三个月谁不会看 问题它是最高吗 是在今年之中长线的最高吗 我说如果以月线连三红 过往的历史经验 涨多真的会震 你看这边的月线就有震 甚至有拉回 但它后面有更高 因为KD指标在低档交叉向上 它后面有更高 在这个过程中 试试的难料是你可以发觉到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可以来看电脑 它从整个之前的11270 跌破了颈线10606点 打下来到最低的9319点 它是在历史上面的股市 最少的修正 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永远按照过去 你没有看清楚 整个资金面的变化 基本面的变化 你没有看清楚的话 那你就认为9319点 还会再破顶 你就整整错过了 这千点上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不是你该怕清明节的变盘 你只要不是一个死多头 你也不是一个死空头 你只要锁定属方的一个节目 我绝对不是死多头 如果有危机 我一定会在第一个时间点 让我的会员知道 也会在第一个时间点 让观众朋友你知道 就过往而言 我一向都是如此之做 我也不会说 这边就是怎么样 那边就是怎么样 它不是我的个性 在股市的操作 我永远尊重市场 我永远尊重市场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个人认为 你不应该去怕清明节的变盘 你要害怕的是 未来的主流 你没有跟上 你要害怕的是 你在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 调整错了方向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可以了解到 我随便做个举例 我在今天有一档个股 也是在之前这个节目里面 我都有跟大家讲的 662的神盾 今天的大涨的创新高 我已经全部获利做了结 我全部获利做了结 那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 在当时候 买在200块钱附近的时候 每一个都说涨很多 涨很多 这还可以再买吗 这整个在之前的郭明奇先生 也说了一堆的话 可是我也告诉过大家 从筹码面 从筹码面 从利空而不跌 都告诉你 他这个后面上面是没问题的 从台北股市的时间性 也就是说在目前 他进入到龙卷回补的高峰潮 当你的龙卷很高 你的龙卷的一个余额 就是很多的整个一个量 放空的人很多 你随着龙卷要做强补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 你反而会造就出来 股价里面持续的攀高 你以为你讲的东西 法人都不知道吗 不可能 你可以发觉到在这一波里面 投信也好 外子也好 就是一路的买 当时候你觉得200块钱很高 可是你回头来看 今天的最高已经是271块钱 你一定会想 早知道200块钱有买该多好 这是不是就是世事难料 所以你只要尊重一个趋势 当这个个股上面有说 你如果发觉到一些的 中继站的买点都没有跌破 你看这个最大量没有跌破 166.5 中期之中的马其诺的房间 都没有跌破 如果真的是一个利空 真的是一个出货 他早就会在技术面跌破了 早就会那些大股东 或是大户里面 所有的传码都丢出来了 他会在技术面里面让你看到 就像今天的台北股市一样 假设昨天这跟黑K带量式的 它是一个出货盘 今天不会有高点给你卖 他直接就开低走低杀尾盘 一路出货下去 在之前的台北股市不就是这样子吗 一路开低走低杀下去 每一天都黑K黑K黑K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很多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它历经一个最短的空头 历经一个最长的多头 在这10年之中 你有想到过 在10年之前会有这种股市吗 如果你都想不到 你怎么敢保证 一定有清明节的变盘 而且那些讲清明节的变盘的人 是不是在之前 每一个节气都讲变盘 那些讲清明节变盘的人 是不是永远都是在看空的人 这就是你自己要去思考的 变盘它有两种的意义 它是来自于由多翻空 称之为变盘 还有一种它叫做主流的改变 它称之为变盘 你如果问我说 变盘清明节变盘代表主流 是不是要去做改变 有可能 那就是我们要带你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目前 它只是个股的转换 主流的部队都没有改变过 都没有改变过 这是同学朋友自己去做留意的 我不会言台北股市 到了一万零六百点之上 我们看电脑也很清楚 这边的头部是很大的 震荡是难免的 但是涨多 每一个人有眼睛看股市的人 都知道涨多 所以你讲涨多 它不是一个台北股市 会转空的一个理由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去了解到 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你去担心害怕 整个清明节会不会变盘 你应该是担心的 这个时间主流抓的不对 你应该是害怕的 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涨了一千多点 你没有赚到 或许你会说 那我都没有赚到的 干脆就不要做了 你如果是这样消极的作为 你不可能成为股市的赢家 了解 股市的财富从来没有凭空掉下来过 你只有很努力 很用功的在股市之中 遵循多空的一个趋势 你才有机会赚钱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明天是春假之前 最后一个营业日 现在也是四月份的开始 马上的春天就将过去 夏天即将来临 那如同鼠方说的 我的现在的看法 绝对是心口一致 月线连三红 当然是涨多 但不代表一定会跌 月线连三红 它代表是未来 长期之中的台北股市 它可能有更高点可以去做期待 那你不应该好好的把握吗 你当然应该好好的把握 所以在这时间点 已经来到春天即将过去 来到夏天的时间点 百花即将开放 争鸣 你要在这种过程上 当百花开放 当新的主流来临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做上车 所以我们开始推出 春假抢先购的一个活动 你要掌握住第二季 全新的主流 跟着我们去做操作 好好的把握这春游踏清价 在这种过程中 你可以用很好的价格 很好的汇集加入鼠方 跟上鼠方在未来的操作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个股来介绍给大家 日历冷气连续三十年 理想品牌第一 省店第一 送您好力 直到四月三十日 政府补助三千元 我们坚持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头部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头顾 零二 二五四二 八九九九九 二五四二 八九九九 同一面金眼肉燥香 怎样它都对味 以前 我都会去各个网站 搜寻我想定的那家饭店的价格 写下所有选项 然后再一一比较 现在我让TriVago 帮我做同样的事 花新时间 不新急 早饭店 TriVago 相信安美诺 美丽是来自最深层的呵护 它是一整天都在帮你 修护你的肌肤 帮你淡化你的皱纹和斑点 除了可以淡化皱纹 淡化斑点之外 还可以改善 暗沉蜡黄以及肤色不均 给我美白修护 给我双重的保养跟呵护 留住你最爱的时刻 安美诺 属于你的美丽承诺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针对较强头痛 凯凰霞只听家庭 只听神分1.99倍 好过国家庭 1.99倍哦 凯凰霞只听家庭 我们坚持尊严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头部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头顾 02-2542-8999 面对每天的酷晒环境 我用B.O.L.A 含水防晒保湿水凝乳 水感防御 两倍耐久不怕晒 每天清爽不受限 两倍耐久水感防晒 我们努力到现在 你要我赛点车 对 你听我说 你只要拿第二名 只要一次 他就会分我们3%的赌金 林郑 救命 但我觉得真正可疑的是 凌晨5点42分 有人用手机打电话给贝了 什么话 五周制药CSIC信息 雄二正义之战 最终是 而且中继站的买点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涨幅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可以赚到三成左右的获利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可能要时光重来 但是我们去买到主流的个股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你可以赚两成 你可以赚三成 那我也跟大家讲 在目前 因为我个人认为 它阶段任务 我已经达成了 那你不用过度的追高 或是你认为 它还可以再涨 你可以继续的操作 我没有任何意见 因为我不是认为 我卖就一定要跌的老师 我买就是一定要涨 我只把我买的一个理由 跟你讲 第一个 它的龙卷很高 第二个 它来自于光学指纹辨识 它来自于三星的采用 飞瓶的系列上面的采用 来自于营收 它在第二季里面能够成型 那既然它在这个过程 股价永远事先去做反应 它的第二季的营收 它的三月份的营收 那既然它已经涨了两三成 那我当然可以获利放口袋 再去寻找相对性的 这一波的一个主流 那整个一个亚光 我也跟大家讲了 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后来我们都开始 去布局到郁金光 所以我把亚光 也获利去做了结 八十几块钱 一路到一百块钱以上 这也是三成 两成的获利 放到了口袋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发觉到 当你在调整投资组合的时候 一开始 我们并不是在一个 郁金光已经在大涨 再来告诉观众朋友 我把它的基本面 跟它的筹码面来告诉你 第一个 它的龙卷高不高 它的龙卷很高 第二件事情 它的成长性是很高的 你如果问我获利 我当然跟你讲大力光 它是一个事实 因为大力光 它有去接到潜望式的镜头 跟亚光一样 它有去接到广角镜头 它有接到七片后置镜头 高阶手机都要用的 但是如果以成长性 就是因为郁金光过去 它没有大力光那么好 但是它在今年里面 它可以接到华为中阶 智慧型手机的后置镜头 它有机会因为苹果 在前置镜头里面 四片变成五片的塑胶镜片 还有去接到超广角的镜头 那今年的成长性 它就比较高 法人要的 并不是大家一般投资朋友 你想的东西 如果有一档个股 它的本益比非常非常低 还在跌呢 你觉得那一定好吗 当一个趋势产业成型的时候 股价在涨的时候 因为你股价涨 你当然就相对的 本益比就是高 但问题是当大家都觉得 高高高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神盾 你现在到271块钱 回头去看200块钱 它就高还是低 你在当时候200块钱来看 它是高 271块再回头来看 它就是低 它就是低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整个一个郁金光 郁金光大约在320 330 340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 我也带着会员去买了两三次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你现在去了解到 它的一个成长性 它跟过去的不同 所谓的一个设备的支出 我如果是一个不好的老板 我干嘛去设备支出 我掏空就来得好 把那18亿我放到口袋里面 我为什么要去买设备 基本上买设备 都是因为它后面的订单 他看到了 也就是他看到了 整个后面的订单 他去买了设备 他就变成法人认同了 我在当时候买的时候 法人还没有认同 但是在基本面的角度 我分析给你听 抽码面的角度 鼠方也分析给你听 随后你才看到了 它涨停板 再涨停板 到了今天已经连搭了 两根涨停板的过程之中 那我问大家 3406的郁金光 今天有没有涨到 411.5 所以你在当时候 看我买300块钱附近 你觉得好贵好高 因为它之前是162块钱 涨上来的 但是你回头看到 400多块钱的时候 再看300块钱附近买 对不对 一张可以赚到快要10万块 那就对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股价的高与低 不是你来去做评断 它是由市场上面 从筹码 从基本面 从资金面 去做评断的 因为镜头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 镜头的技术层次上面 是很高的 尤其要打入到 手机的一个镜头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你已经看到了郁金光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你要看到是在这里 还没有涨 还没有涨的时候 随后才是涨停板 涨停板到今天里面 创新高了 当然五位均线 乖礼大 它会挣 可是你想想看 300块钱挣一挣 到400块 你又会觉得 400块钱很多 那万一它挣一挣 又到500块钱 你怎么办 没有转弱之前 你何必要去预设一些的个股 这边就是高点 那边就是顶 股价当然不可能顶到了天 但是什么叫天 什么叫顶 你不是神 你能够做的 就是尊重这个趋势上面 当趋势改变了 你就退场 当趋势没有改变的时候 你就抱住好的标股 好的投资组合 你这样子一抱住 来回三个营业之中 你就可以发觉到 一张已经涨快要10万块钱 我没有跟大家讲 别人可能讲10张 怎么样怎么样 属方不是这种人 一张你就可以看到 10万块钱以上的一个价差 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 也跟大家分析 在最近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盘是假的 这个盘是没有基本面的 我说当中美贸易大战 开始和缓之后 订单来的时候 不是你能够预料的 在中美贸易大战 在开打的时候 很多的一个基本面 很多的订单都不见 可是突然订单就来 就像2313的华通 在这个节目 我从昨天双向无线充电 就跟大家讲 它是类似像近距离传输 NFC的一个概念 两个穿戴式的装置在一起 可以互相的一个充电 这才是叫真无线的充电 而在过去一个充电座 你把你的手机放上去 你把你的手表放上去 那是假的无线充电 所以苹果它收掉了 假的无线充电 就是充电座 它是要去做的 就是在目前 你可以看到 华通之所以在这个过程 今天又创了短期新高 请问华通 我跟你讲是高位阶吗 你看一看华通 这是叫高位阶吗 它是刚刚突破了警线的位置 鼠方跟大家讲的 一个订单突然而来 它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改变 一个订单突然而来 它就会造就台光电 从80几块钱 沿路以来涨到108块钱 结束了吗 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订单 在PCB的过程 为什么PCB能够造成这么多的 共鸣 人气的集中 就是来自于在今年太多的 消费性的产品 像手机 它的规格的改变 它就是把材质换 像台光电就是在BT材料 那整个一个华通 就是来自于未来的 双向的无线充电 而双向的无线的充电 它就可以把它的产品的单价 提得非常高 所以华通它本来赚不了钱 所以不会涨 但是因为在这种过程中 它在长线的低基期 你就可以发觉到 一个改变 一个订单的来临 那就造成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看 现在它就是已经要开始公布营收 那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4953的微软 AI人工智慧 我在今年锁定的是 软体服务设计 像这种都是营收上面 你不用过度的担心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在5G的概念的过程 思科股价再创10年的新高 那当然告诉你 5G的一个部分 仍然是现在 很重要的一些的主流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点 鼠方已经在开始构筑 赢家列车最大梦想的蓝图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在这个过程之中 在你即将要放春假的过程 去踏青的时候 好好想想 要不要加入我们 加入我们春假 抢先购的一个区块里面 你可以有很好的价格 也有很好的汇气 所以希望观众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第二季 全新的主流 即将展开的过程之中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 跟着我们共同成为春假之后 台股的最好的赢家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